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金雀花 很多人喜欢看老花姨的开箱 看各种的开箱 如果说您想看什么 也可以视频上留言 咱们就可以给大家做开箱 然后顺带的还会教给大家 怎么样到时候以后怎么养 以及后期养后出现哪些问题 都会给大家说这个 这个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金雀雀 有些个话也得该说的也得说 像我们北方还是比较封建 像一些个黄花和白花 很多人都认为是给 给那种就是说 给办白事似的 所以说呢 就像白花和黄花这块来说 有的人会有一些忌讳 其实我个人觉得 要相信科学都21世纪了 是吧 都多少时候了 咋的呢 你相信这些有啥用 不相信这些有啥用 你要说人家养的 人家不也发财吗 对吧 所以说话有没有 养花这个事 你喜欢什么就养什么就行了 不要过度的封建和迷信 嗯 味道有点像海鲜 海鲜味道 好了 这种呢 一般都是虫生的 这个呢 用到的是一些个炒碳土 去养护的 总体描写还是不错的 好多的话 喜欢养这种东西 都不知道怎么养 我跟大家说 大家一旦买了这种虫生的时候呢 您就要给自己下一个信号了 这种对于通风的要求 是特别的高 如果说家里面通风不好 光照也很一般的话呢 营养这个就会有一个热梦 它从下面开始 逐渐往上黄叶的 逐渐逐渐往上 好吧 再一个光照也给足 嗯 其实这种是可以分盆的 如果说不分盆 那也可以 如果大家买了这种圆盆圆土的 根气也很健康 就直接种就好了 这个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一个操作 大概比凉比凉 不要埋得太深 底下垫一点底土 下面加入一些底肥 有的话说老汉 你有时候加有时候不加 你这种长得很哇塞的 长得很壮的 你就直接给它下垫底肥就行了 这个无所谓的 稍微搁了搁了 摆成 下一步就没有技术含量了 就是加 加桶 人话说你怎么不破开一下根系 其实怎么说呢 你对于盆栽来说 你也是看情况嘛 它那个根系那么短 没有说是长得那种很曲折 咱们就没有必要去破开它的根系 这个完全没必要 你像我们棚里面氧化的时候也是 就从大盆 换从小盆换大盆就往里边加点土 就这么换上就行了 没有必要整那些花了胡哨的事 稍微稍微给它舒展一下 因为在路上有些挤 好了 接下来呢通风光照给足 浇一遍透水 好了 咱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往水里面加几滴的生意啊 也就相当于一个药引子 咱们快速的一个浮盆嘛 这个东西是相当于 一个叫画龙点睛之笔了 总的来说呢 养护起来比较简单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 就可以放到室外 放到室外去养护 它的一个花期呢 基本上也就是在早春 早春的时候 比较不错 比较好看 还是那句话哈 你别迷信 我一看这个视频我就想笑 你知道吧 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好像就比我年长几岁的 老是信这个东西 你不要迷信的也是 咋的呢 你养个发财处就能发财吗 你养个幸福处也不单看有离婚的 对吧 哎呀我看到有些个养发财处的 也不耽误有把自己养倒闭的 所以说呢完全靠个人 迷信只是另一说 植物呢它是有感情的 你不要给它赋予一个比较邪恶的东西就好了 好了 如果说大家还看其他的一个 拍箱呢也都可以跟老华一 说哈 下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 然后呢 描情呢大家给打个分吧 我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整整的一小盆呢 高达32块8 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吧 当了一回大头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我老华一 养华逊歪一 стала 嗨 嘿嘿 嘿嘿